高虹安这个论文门应该不容易打 为啥 我所为不容易打是说 第一个 看来今天高虹安的回应来看的话 我觉得都还算蛮清楚的 更重要一点是东施效品 所有东西都是东施效品以后 那个效果都会差的 那所以效果一差以后 就会变成是磁残烂的 这个绿营他出手 为什么打高虹安 对不对 为什么打张善政嘛 对不对 其实某种程度是最用力的 你就知道那个盘面想要翻 可是我认为高虹安这个论文门 应该不容易打 为啥 我所为不容易打是说 第一个 看来今天高虹安的回应来看的话 我觉得都还算蛮清楚的 更重要一点是东施效品 所有东西都是东施效品以后 那个效果都会差的 那所以效果一差以后 就会变成是磁残烂的 对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民进党或者是他的 他一样彻一部队要打高虹安的论文的话 你除非一打一笔 就一级就毙命 否则如果是像张善政 打张善政的研究论文一样 那只是歹系脱棚的话 杀伤力就没那么大 因为论文本身 论文案本身 他的张力不像第一个林志坚 他两本没有张力 就是说你第一个还是效果最大 对 等到后面再来的时候 他就认为说你是在报复 对 在报复 对 就在报复 所以呢 我就刚刚讲过 但我也不认为说一定不会 就是你要一级毙命 对 而不是说 不是说他只有几千个字 如果说他只有给的 感觉是扯烂乌 在那边打乌贼的话 其实这个效果就下去了 就如此 接下来 太感觉了 好 好 那 为什么 那 我们 我们 这 好 这 covered 那个 这 这 我们 不 这 我们 我们 好